今天上午博敖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敖举行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指出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都将始终坚持改革开放 创新驱动 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 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时 如何看待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选择 时事评论员田飞龙为您全面分析 30号上午 马英九一行来到武汉市档案馆 参观英雄战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武汉保卫战专题展陈 观展过程中 马英九赞许建设方舱医院市创举 并向医疗工作者的牺牲奉献致敬 他在受访时表示 初期做到好的控制 使得疫情不会大幅向外扩张 感到非常敬佩 这不仅是对大陆 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两岸有医疗合作方面的协议 今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希望可以充分运用 29号蔡英文以所谓过境之名篡美 30号当天她参加美国保守派智库 所谓哈德逊研究所相关活动 该智库主要成员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 为何说蔡英文所谓过境是假 谋求突破 宣扬台独是真 蔡英文为一党一己私利 媚媚害台对台湾社会 将造成怎样的危害 两岸时视频的员李永平 朱松岭为您深入解读 海峡新干线 远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小丽 首先来关注 国务院总理李强 30号上午在博敖 出席博敖亚洲论坛 2023年年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 当今世界不稳定 不确定 难预料成为常态 十年前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 和人类进步的旗帜 成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确定性力量的源泉 李强指出 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旗帜 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 增长动力源 合作新高地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入更多确定性 一是 共同守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 注入更多确定性 二是 共同打造更具活力的增长中心 为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更多确定性 三是 共同拓展团结合作的有效途径 为深刻变革的全球治理 注入更多确定性 四是 共同推动人文交流走深走实 为不同文明的交融共生 注入更多确定性 李强强调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 中国的确定性是维护世界和平 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中国发展的目标和前景是确定的 一个长期稳定 一心发展的中国 一个脚踏实地 勇意前行的中国 一个自信开放 乐于共享的中国 一定是世界繁荣稳定的巨大力量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和态势是强劲的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推动中国经济巨轮 乘风破浪 行稳致远 为世界经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科特迪瓦总理阿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格尔基耶娃 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位政界 工商界和智库学者代表参加 在李强总理发表主旨演讲后 与会嘉宾向东南卫视记者表示 看好博鳌亚洲论坛 为世界经济释放信心 只要坚持改革开放 中国就一定会持续稳定的 高质量发展 尤其是疫情后 大家都很关心 世界经济怎么复苏 亚洲经济怎么进一步的走向繁荣 中国坚定不一的对外开放 所以我们以非常开放包容的心态 姿态来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嘉宾参加这次盛会 今天李强总理的讲话 就给大家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心 就是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 而且稳中求进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但是我想说我们有一个确定的中国 也有稳定的中国 所以确定的中国和稳定的中国 会给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个积极的因素 所以这个李强总理的讲话 我相信会得到 就是世界上很多热爱和平 寻求发展的国家的认可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田飞龙先生 在今天的主旨演讲中 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都将始终坚持改革开放 创新驱动 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 不断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那么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时 您是如何看待中国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选择的 此外中国的确定性 又将在不确定的世界中 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那么李强总理提到 这个坚持改革开放 那么改革开放 它的本质精神 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那么和平应该说 这个是全人类最基本的公共品 如果和平不能获得 不能维持 不能保障 那么一切发展都丧失了前提条件 那么发展呢 是人类这个自我完善 进步 文明跟技术 然后这个赶操 以及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生活的 主要的手段 所以在和平的基础上 这个发展 那这就是改开放的这个本质精神 那这个发展呢 那又会逐步的由一种 这种初放型的 这个初级阶段的发展 转向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所以呢 创新又是关键词 那这涉及到整个就是 从科学到技术到教育到企业到社会到制度 一系列的配套 所以呢 这个大规模的原创性的 结构性的创新现象呢 它是整个国家 以及这个国家与这个外部关系 这个充分有效的 这个良性的积极互动的这个结果 而这也这个证明了 改开放呢 这个它其中发展的这个道理 以及发展的这个规律 那当今世界确实是 北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化 那应该说这个 中国的这个确定性 是整个经济全球化 以及这个经济动能复苏的 关键的因素和指标 那中国的确定性 为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注入了这个火力 也带来了这个强大的信心 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 重新洗牌 那中国元素跟中国力量 重塑全球化格局的当下 那么如果不与中国元素 结合起来 不搭上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 那么不与中国 然后一起分享 以及共同推进 和平发展的这个新的议程的话 那其实就很难找到方向感 也很难获得发展的这个动能 所以报道论坛里面讲 中国坚持改开放 坚持创新驱动 实际上是 中国将自己的这个经验 充分地表达与分享给世界各方 而世界各方也非常看重 愿意积极地去理解 以及对接中国的这个发展道路 以及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那这个不确定的这个世界 以及不确定的这个经济环境 中国呢 它就像一盏这个明灯一样 它实际上指明了这个世界 怎么样发展 怎么样这个可持续的推进 文明和制度技术的这个进步 那波澳论坛所发出的 中国强有力的和平发展的声音呢 我相信全世界都听懂了 破局全球性挑战 世界迫切希望听到中国声音 我们也注意到啊 国务院总理李强特别强调 未来亚洲要实现更大发展 绝不能够生乱生战 否则呢就会自断前程 那么您认为 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亚洲民族以及这个亚洲这个文化呢 它本身具有非常深刻的 这个和平的属性 那整个这个地缘的这个环境呢 总体上是这个可控的 是安全的 并且呢 亚洲各国之间呢 有一种共同来自于 东方文化当中的 这个协商办事 分享利益 照顾彼此的这个关切 跟舒适度等等这样一些要素 我想这个 这个李强总理所讲到的 这个亚洲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 以及然后面临的这样一种挑战 那有这样一种对亚洲 方式背后的文化 跟价值观的这个信心所在 那么亚洲一方面 我们看到 实际上它内部的这个 地缘性的这个安全 以及这个风险的挑战 仍然存在 朝鲜问题 那东海问题 南海问题 那中印边境的这个摩擦 以及中东的这个和平问题 那这些呢 都构成对亚洲 稳定和平发展 非常重大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呢 其实中国是 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个标准 作为一个这个原则框架 去推进亚洲内部 这个和平秩序的重建 那近期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 实现的这个中东区域内的 沙特和伊朗的和解 以及这个和解所带来的 一系列的这个扩展性的这个效应 我想呢 是给这种 全球经济治理的亚洲时刻呢 是争光添色 也进一步证明了 我们改开放当中 这个坚持 然后这个缔造和平秩序 在和平基础上 追求高质量发展 这样一种中国的经验呢 在亚洲地区开始得到理解 吸纳和这个转化 那亚洲呢 要想保持这个和平发展 巩固和平发展 那在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 跟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呢 做出一个亚洲榜样的话 那他就还必须要 这个紧密的团结起来 去反霸权 反对来自美西方的 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我想这个亚洲 这个越坚定和平发展的 这个信念 以及这个行动的这个方向 那外部干预势力 就越难以有这个可乘之机 它就越要这个尊重 亚洲这个集体的联合的 自强的这个 现代化的这个发展道路 而亚洲各国也能从这种 联合自强 坚持用这个亚洲方式 东方文化的这个方式 来解决现代化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积聚起自己的这样一个自信 在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呢 用一种这个亚洲方式 展现 然后东方文明的这个 整体性 创造性 合作力 以及对整个人类 和平发展的贡献力 好的 切田飞龙先生 30号上午 马英九疫情来到武汉市道安馆 参观英雄战役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武汉保卫战 专题展陈 该展陈包括 情深四海 厚望如山 生死阻击战 生命救治战 疫情阻隔战 物资保障战 发展突围战 六部分 展出380余张照片 280余件套食物 并有多媒体设备29处 深刻诠释了 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 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生动记录了 大陆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有效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疫情防控 重大决定性胜利的历程 展陈中有多幅照片 多段视频 记录了确诊台胞 得到高效医疗救治 康复台胞 捐献血浆的故事 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家人 武汉市台商协会 捐献的物资上 这样写道 观展过程中 马英九赞许建设 方舱医院是创举 并向医疗工作者的 牺牲奉献致敬 他在受访时表示 初期做到好的控制 使得疫情 不会大幅向外扩张 感到非常敬佩 这不仅是对大陆 而且是对 整个人类的贡献 两岸有医疗合作方面的协议 今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希望可以充分运用 马英九疫情参观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武汉保卫战专题展成 设在武汉市道案馆里 展览以英雄战役为主线 展成了当时武汉市 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保卫战的关键节点 和感人故事 这里面有不少故事 与台胞有关 武汉是全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主战场 和决战决胜之地 在这场武汉市抗疫展览上 主办方综合运用图片 文字 视频 食物 模型等多种表现形式 精心设计制作了 ICU病房 火神山医院建设 方舱医院 小区风控 居家战役等场景 营造出立体展成空间 让人重新回顾三年前那场 精心动魄的抗疫大战 我们必须背水一战 没有退路 战地英雄 护我诚弛 生命至上 不惜代价 这一句句铿锵的誓言 记录着当时的武汉 不论你是患者 医者 是民警志愿者 或是其他身份 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抗击疫情的 英雄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由于受到民进党当局阻挠 许多台胞滞留在武汉 无法返台 引起两岸各界广泛关注 此次抗疫展览播放了 马英九当时为台胞 曲折返台的经历抱不平的新闻 马英九也呼吁民进党当局 尽快做出改变 平等对待每位同胞 抛开偏见 放下意识形态 停止霸凌 最终 滞留武汉的大多数台胞 在各方努力下平安返家 也有不少人积极投身 抗击疫情的志愿工作 在危难中 更显两岸同胞一家亲 在这次抗疫展中 有很多内容 其实都跟台胞有关 比如我身后的这幅照片 展现的就是台胞 金燕豪和他的妻子 在康复之后 捐献谢江的一个场景 还有我身后的这幅照片 反映的是台胞 江兆南在康复之后 与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 合影的一个场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金银潭的医护人员 都是来自福建 语言相同 很亲切 更便于沟通照顾 危难时刻见真情 经过76天艰难战役 武汉成功迎来解封 联岸同胞经此一役 与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共克时间 度过难忘时光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3月30号下午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笑 答记者问 针对美英澳日前发布联合声明 美国可能于本世纪30年代初 向澳大利亚出售三艘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后续可能追加出售两艘 三国还计划以美英技术为基础 合作研制新型核潜艇 澳国防部称 澳方已开始围绕美英核潜艇 开展培训等工作 谭克菲大笑表示 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危害极大 一是制造核扩散风险 三国核潜艇合作 系历史上核武器国家 首次向无核武器国家 转让核潜艇动力堆 及武器级高浓诱 存在核技术及核原料 扩散巨大风险 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目的和宗旨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二是可能诱发军备竞赛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 区域战略平衡将被打破 地区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三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此类合作 是个别国家核威慑政策的延伸 是其构建亚台版北约 维系自身霸权的博弈工具 严重冲击亚台地区和平稳定 不少地区国家对此深感忧虑 另据报道 美近日公布的2024财年国防预算申请 高达8860亿美元 美防长称 该预算旨在应对所谓 中国步步紧逼的挑战 同时英国政府宣称 为应对中俄挑战 计划未来两年增加50亿英镑国防经费 国防支出占GDP比例提升至2.5% 对此 谭克威大笑表示 反对有关国家 以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为借口 增加军费预算 我们坚决反对有关国家 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借口 增加军费预算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对世界各国而言 中国是划时代的机遇 而不是挑战 一直以来 世界各国中 国防预算最高的是美国 四处发动战争 制造动荡的也是美国 美国才是世界和平安全 与稳定的最大威胁 同时 我们敦促英方 端正心态 秉持对华正确认知 停止渲染炒作 所谓中国挑战 对于近期 日非外长 防长 分别举行会谈期间 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 加强军事活动表示关切 影射中国凭借实力 单方面改变现状 称将密切日自卫队和非军协作 并与美加强合作 谭克菲大校回应表示 中方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 一贯主张 国家间合作应有利于地区 和平稳定 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一段时期以来 一些国家 暴守冷战思维 和零和博弈观念 借所谓中国胁迫 中国军事威胁等 搞小院高墙 军力扩张 我们对此 坚决反对 针对各边国家 在钓鱼岛 南海等问题上的 侵权挑衅行径 中国军队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 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 我们再来关注 在30号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蔡英文所谓 过境篡美 最新事态情况提问 对此 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 任何形势的美台官邦往来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 同台湾方面 进行任何形势的官邦接触 中方对美方不顾 中方严正交涉和反复警示 执意安排蔡英文过境 篡美 提出严正抗议 予以强烈谴责 美台相互勾连 以过境为幌子 安排蔡英文在美 从事政治活动 妄图借此提升美台官方往来 和实质关系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这也再次证明 当前台海局势 面临新一轮紧张的根本原因 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 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 有意推进 以台制华 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 不可跨越的红线 中方将继续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此外 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 针对蔡英文所谓过境窜美问题表示 蔡英文所谓过境是假 谋求突破 宣扬台独是真 美方纵容支持台当局有关行径 加强美台官方往来 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不仅无异于地区和平安全稳定 也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包括美国在内的182个国家 在此基础上 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1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 唯一合法代表 1979年 中美正式建交 美方在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 仅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 近年来 美方领导人已多次公开表态 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 违背对中方所作承诺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激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 29号 蔡英文以所谓过境之名篡美 30号当天 她参加美国保守派智库 所谓哈德逊研究所相关活动 该智库主要成员包括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等人 不过蔡英文的所谓过境篡美行程 抗议声浪可谓是如影随形 在其下榻饭店的对面有侨胞摇旗呐喊 反对蔡英文打倒台独 还有美国的反战人士到场抗议 据台没报道 面对抗议声浪不断 蔡英文抵达后迅速钻入酒店 全程不到30秒 反对蔡英文所谓过境篡美的侨胞 打出的标语出现 出卖台湾是民族罪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支持中国统一 坚决反对台独 台独没有出路 台独死路一条 要和平反台独等字样 与此同时 美国反战组织也在纽约曼哈顿 举行抗议活动 对于蔡英文此次所谓过境篡美 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痛批 党内九合一选举重挫后 民进党抛出所谓和平保台 实际作为依然随着美国反华论调起舞 蔡英文所谓过境篡美 妄图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反映的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 热烈拥抱右翼保守派势力 只谈所谓备战抗中 更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 民进党对美国右翼反华势力情有独钟 只会增加台海战争风险 他们要台湾不分男女老少 所谓全民皆兵人人有枪 民进党当局言听计从 落实了延长兵役政策 并一度考虑修改所谓权动法 满16岁的台湾高中生 不论男女都得被照策纳管 这些所谓美方建言 只强调加强备战 不谈避战 不足以止战 甚至可能引战 文章质问 台湾民众会期望台湾地区 如同乌克兰一样成为战场吗 台湾资深媒体人黄志贤发文指出 只要蔡英文以领导人身份 跟麦卡锡见面 不管是公开建 还是私下建 就是踩红线 两岸局势只会更严峻 也很清楚 蔡英文在美国的发言 会怎样挑战 一个中国的红线 大陆会没有反应吗 而且对所有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的各方 大陆会看不清楚吗 会不反制吗 会让台独分子棒着美国 一步步完成台独美梦吗 怎么可能 事实是统一是台湾唯一的出路 也是最好的出路 是唯一也是最好 只有在中国统一之后 美国才会稍微稍微的收敛一点点 但不是他心存好意 而是他比较难作为 美国不会放弃任何 可以伤害中国的事 台湾人要想清楚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好处吗 大陆是看得很清楚 大陆的主动权 会抓在自己手里 可是台湾 你看清楚了吗 中国必定会统一 中国一定会统一 而中国统一 也对两岸有真正的好处 蔡英文所谓过境窜美 也引发岛内民众的担忧 台湾雅虎网站30号发起网络民调 截至30号下午3点 有至少17.0%的民众认为 蔡英文此行对美台关系不太有帮助 强调完全没有帮助的参与者高达60.9% 此外 针对蔡英文 你与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你认为会对两岸关系带来冲击吗 这一主题 有至少57.6%的民众认为 一定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 另有18.2%的民众认为 可能会造成冲击 尽管中方一再发出警告 但美国反复在为蔡英文 所谓过境窜美找寻借口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 帕特尔28号望称 蔡英文所谓过境窜美 符合美国政策 常年惯例 以及美台非官方关系性质 与美国的一中政策相符 一些外媒宣称 白宫正在严控风险 世界日报称 美国政府斟酌用词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脱口把蔡英文此行 说成所谓访问后 立即改口为所谓过境 他还称 未安排美官员 与蔡英文会面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 两岸的时事评论员 首先请教在台北的 李永平女士 那么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 甚至美官方为蔡英文 所谓过境窜美打预防针 称不支持台独 而蔡英文仍然坚持在 哈德逊研究所演讲 其所谓过境窜美的本质 您认为是什么 这种以美谋独的行径 会让台湾民众付出哪些代价 其实蔡英文这次的访美 仍然是有她的风险 她的风险就是 现在台湾的民众 对于美国人来缴获台湾的情形 以及用干预两岸的情势 台湾的民众已经越来越不耐烦 越来越反感 包含过去陆陆续续 从美方来的一些人士 夸夸其谈 讲出的被台湾的网友民众 形成白痴式的言论 这些部分都遭到台湾民意 很强烈的反感 那么蔡英文这次访美 台湾的一些 这个舆论 名嘴 甚至网络的评论 也有非常多不看好的地方 譬如说认为 蔡英文收买了这么多的美国政客 他们可能会利用在 美国的蔡英文访美的期间 大放厥词 继续高唱主战的调子 意图使着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那这种状态是台湾最为反感的 因为台湾的地理环境 情势各方面 跟乌克兰有非常大的差别 台湾一旦卷入战争 是没有任何人有办法逃命 也没有地方可以逃 所以所谓的武装台湾 台湾每个人都涌枪自重 台湾一直防卫 以拖待变等等 台湾的民众是不相信这个论述的 台湾的民众现在最大的关键 就是我们要避免战争 所以蔡英文这一趟的访美之行 在台湾引发了许多对蔡英文怀疑 而且反战 认为蔡英文去美国 把台湾往战争险境再推一次的 这样的一些不利于民进党和蔡英文的言论 现在纷纷地在台湾都开始在网络炸锅了 好的 谢谢李永平女士 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 为什么说蔡英文所谓的过境世家 谋求突破宣扬台独市政 对此我们又需要保持怎样的警惕呢 这一次蔡英文打着参访中南美洲的旗号 过境美国 其实其核心就在于跟美方进行勾连 来搞医美矛独卖台的行径 这应该说是美台经常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擦边球的活动 同时用这种活动来触及中美关系的底线 来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来挑动两岸之间的紧张的神经 使得两岸之间紧张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美台勾连对于两岸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的破坏程度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每一次采取这种所谓过境的方式 来进行美台的勾结 都会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也会使得两岸关系更加动荡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美方跟台方依然还是采取类似的这些行动 应该说所有的责任都在他们身上 我们也要注意到美方 它作为一个曾经的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现在正在衰落的过程当中 但是这种衰落和它继续保持着超级大国的这种地位 是同时存在的 这就使得美国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很可能会受到中国等等一些国家的挑战 而产生一系列的焦虑感 而且产生一些急躁感 由此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度 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刺激中国 遏制中国的崛起 阻碍中国的统一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 美国的这种衰落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过程 恐怕美台之间的勾结还会继续下去 中美之间的博弈和斗争恐怕是长期的 那么这样一种中美斗争的长期性 会加剧台海关系 台海斗争的这种艰巨性 复杂性 我们要做好这个方面 长期性 艰巨性 复杂性工作的准备 同时也要随时抓住偶然的机会 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好的 谢谢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新党创党元老 台监察机构前负责人王建轩 29号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强调 自己将以和平统一为竞选主轴 希望借此救台湾 记者会上 中国国民党籍前明代秋毅 台湾斯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以及台湾前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等人 到场力挺 85岁高龄被人称为台湾政坛小钢炮的台监察机构前负责人 王建轩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强调自己身体健康没问题 王建轩表示 如果真有意要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十年前就出来选 现在出来是觉得台湾不行快完蛋了 他强调自己的优势和证件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政见就是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我们如果和平统一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就可以跟他谈 你要给我这个 我要给你这个 给你这个 我们可以要求保有台湾现在所有的制度 此外 记者会上 王建轩还找来了中国国民党籍前明代秋毅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以及台湾前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等人到场力挺 对于王建轩参选张亚忠表示 他恭喜台湾有一位非常爱台湾的政治人物 恭喜选民终于有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愿意站出来为台湾人民奉献 邱毅则强调 王建轩是有爱心爱台湾的人 所以他这次特别站出来力挺王建轩 休息一下 稍后将就相关话题继续请教朱松岭先生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谢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敬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岭先生 85岁高龄的王建轩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参选2024 主要原因是台湾快要完蛋了 他将以和平统一为竞选主轴 希望借此救台湾 那么您认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氛围 能让这个85岁高龄的长者 再度选择进入政治游过 王建轩的参选又将会带来 哪些正面的影响 王建轩作为一位岛内德高望重 而且已经85岁高龄的政治人物 依然报名要去参选 2024年的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主要是基于 第一对于台湾当局的极度的失望 第二对于当前岛内的政治格局 和政治氛围的极度的失望 第三是明确提出来 岛内的唯一的前途 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两岸 实现可长可久的和平 才能够实现可持续性的 岛内民生福祉的增长等等 总体上看起来 王建轩先生 作为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政治人物 他对于台湾岛内的政局 对于台湾岛内的政治格局 对于两岸关系的走势 甚至包括对于国际大事 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对于台湾岛内的政治顾及 也非常的了解 也知道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刺激岛内的民众 使他们进一步的加强思考 进一步加强理性的一些反思 才能够使得岛内的氛围 逐步的发生改变 所以他这一次参选的 这个正面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也注意到 岛内很多的有识之士 也积极的响应 王建轩先生所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主张 可以看得出来 王建轩在提出来 自己要参选之后 在岛内的民调一度开始攀升 岛内其他的政治人物 还没有提出来相关的 类似的这种观点 甚至提出的类似的观点 也不够系统 不够全面 不够深刻 总体上看起来 王建轩先生所提出来的 这样一股 一种 未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这种宣言 为了解决台湾岛内 政治顾及的一系列的良方 已经引起了岛内民众的争赞 当然很可能 王建轩先生 在这次2024年的选举过程当中 实现不了他的愿望 但是他的积极的参与 本身就是挺身而出 为台湾岛的未来去着想 对于台湾岛内政治的正面的走向 是有非常大的加分作用的 应该说 也会引起岛内民众的一系列反思 对于现在岛内劣质的文化 以及劣币驱逐良弊的 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 产生一定的冲击 希望岛内的政治氛围 因为王建轩先生的参选 而有所改变 好的 谢谢朱松岭先生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新闻继续 明星所向 也是我们的镜头所向 走过的地方越多 我们越能读懂台湾 接触越多的台湾同胞 我们越是相信 两岸的融合无法阻挡 面对台湾的政治人物 我们要听其言 更要无关其行 不管台海局势怎么变化 统一的大事都不会改变 坚定信心 两岸人民一定会越走越近 作历史的记录者 海峡新干线 为时代发声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在台湾高雄市左营区有一位里长 名叫刘德文 从2003年至2019年 他陆续背了200多位去台老兵的骨灰 回到他们的大陆老家 刘德文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灵魂百度人 2023年清明前夕 刘德文再次启程 将亡顾老兵田发祥的骨灰 送回其货别70多年的故乡北京 实现了老人的夙愿 2023年3月29号 去台亡顾老兵田发祥 终于栖息于故土 妈妈呀 妈妈等了你 妈的初年75年了 3月27号 将田发祥的骨灰 送回其故乡北京的 正是台湾里长刘德文 天姐给田发祥给你到家了 爷爷 送到你成家你来了 1949年 身为空军部队文书士官的田发祥赴台湾后 从此与北京的妻儿分隔两地 1987年 在台孤深艺人的田发祥 准备回大陆探亲前 意外过世 2021年5月 刘德文收到了田发祥 大陆儿孙的委托 开始了近一年的找寻之旅 2022年3月底 刘德文终于在嘉义县 中浦乡的顶六地区 找到了这位老兵的目的 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 这趟返乡之旅一直拖到了今年 对对对 今天来这路上来跟我妈聊天说呢 我说这样靠自己找 不定去多少次呢 都不一定找得到方向 时光往前推20年 刘德文在高雄市左营区祥河里社区 担任里长不久后发现 社区里有许多独居的老兵 他们在几十年前 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这里 很多人一辈子的愿望 就是能够回到故乡 2003年 一位老兵伯伯在临终之际 托付刘德文 将他的骨灰带回老家 埋在父母坟前 为了兑现这一份承诺 刘德文开启了漫长的寻亲之旅 从2003年到2019年 刘德文走过大陆二十多个省市 泡遍台湾五十多个乱葬岗 将200多位老兵的骨灰 送回他们大陆的老家 哪怕2019年 新冠疫情爆发后 刘德文也没有停止寻找的脚步 这三年我还是一直在寻找 台湾这边老兵要回家的 这些安葬的墓地 安葬的位置 我也是一直在做这种功课 一直在寻找的 从我们的19人到现在 也累积了 已经将近三十位的长者 我们已经找到了 刘德文的善举感动了无数的人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灵魂百度人 2020年 刘德文获得第六届中华词笑文化节颁发的 中华词笑人物称号 在2023年3月29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范艾人朱凤莲向刘德文先生表示了敬意和感谢 他做这些事就是生动的权势了 两岸同胞不分省级不分地域都是一家人 正是这样的亲情欲举 抚慰了老兵的离乱之痛 让他们如愿魂归故里 我们向刘德文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 也愿意积极支持他的善举 帮助更多过世的台湾老兵实现遗愿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浙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浙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的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跟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